听故事 学中文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故事 学中文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杨 七十多岁的时候 你可能会做什么? 和朋友在附近的城市走一走 在家做做家务 等着孩子们回家吃饭 还是继续每天忙碌的工作? 诶 有一个七十六岁的女生不一样了 她不要工作 不要照顾家庭 不要轻松的生活 而是要学中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七十六岁的女生就是莉莉 莉莉是一个作家 半年以前 她忽然告诉家人 她不写作了 她要找一个中文学校好好学汉语 家人一听 被吓到了 七十六岁学中文 开玩笑吧 可是接下来 莉莉到处联系中文学校 还真的学起了汉语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可是七十六岁的莉莉为什么忽然想学中文呢? 她说 她想通过学中文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莉莉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作家 她每天都坐在椅子上 不停地写小说 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让莉莉的腰和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最近 莉莉常常觉得不能很好的站立 走路的时候也非常不舒服 有一天 她透过窗户看到邻居的一位老太太 在花园里做一些奇怪的运动 她看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去敲了门 这个老太太是中国人 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断断续续地告诉莉莉 她在打太极拳 而且打太极拳对身体非常好 莉莉半信半疑 可是 由于好奇 她还是照做了 半个月后 莉莉感觉自己的腰和背舒服很多了 莉莉一想 我的动作不太标准 可是 半个月的练习都能让我那么舒服 如果我认真练习的话 那身体肯定能恢复健康 可是 该怎么办呢 请一个翻译帮忙 找一个太极拳老师 最后 莉莉决定自己学习中文 她想学会了中文 总能理解怎么打太极拳了吧 可是 莉莉想错了 她发现 她学了六个月的汉语 仍然只能说简单的句子 打太极拳的那些动作词语 她连拼音都还不熟练 更不用说理解意思了 佳人听了莉莉的经历 简直哭笑不得 后来 莉莉的儿子给她找了一个 会说英语 也会说中文的太极拳老师 这才解决了她的烦恼 莉莉也就彻底放弃学中文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 故事里面的三个成语 断断续续 断 东西 断了 没有了 续 继续 又有了这个东西 断断续续 动作或者声音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比如 下雨 断断续续 下了一整天 这一整天里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没下雨 唱歌的声音 断断续续的 唱歌的声音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半信半疑 半 一半 信 相信 疑 怀疑 一半相信 一半怀疑 其实还是不太相信 莉莉半信半疑 可还是照做了 意思是 莉莉呢 不太相信 这个中国老太太的话 可还是照做了 男朋友说 她昨天晚上 没有去哪儿 一直在家里面 看电视 可是 她的女朋友 对男朋友说的话 半信半疑 也就是 不太相信 男朋友说的话 哭笑不得 让人又想哭 又想笑的事情 这里的哭 不是难过 是觉得可怜 觉得尴尬 的一种情绪 家人听了 莉莉的经历 坚持 哭笑不得 莉莉的经历 让家人 又想哭 又想笑 想哭 是因为觉得 莉莉学中文 太可怜了 所以 哭 是觉得 别人很可怜 是一种情绪 我们也可以说 小孩子 很调皮 常常 弄得 大家 哭笑不得 这里的哭呢 可以是 尴尬的意思 小孩子的行为 很调皮 有的时候呢 让人觉得 很尴尬 可是呢 又觉得 很幽默 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 我的故事 请订阅 我的频道 我会给你带来 更多的故事 我们 下次见